機動是中山區中和國小缺乏學生上下學接送專區 家長接送學生必須聆聽在路邊紅線上 或是把機車直接騎上人行道的問題 也成為高年級孩子們最關心的議題 學校特地利用公民行動方案課程 安排市議員張炳君對談 孩子們自己提出解決的方法和張炳君討論 孩子們更希望炳君哥哥可以想出最好的辦法 儘快設置安全的學生接送區 因為沒有家長接送區 然後造成有車子危艇或是擁塞的問題發現 那也很可愛的是說 我們中和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有一個公民活動方案 他們就是在針對我們中和國小 沒有家長接送區來去進行探討 還有在跟我們家長們做問卷調查 並由小學生們他們來去做一個訪談 那這些小朋友就指定說要來訪問他們的 秉君哥哥就是我 那我剛剛也其實也就跟這些 我們六十年級的學童們 約在我們中和國小的校門口這邊 來現場討論 如何要去來增設我們的家長接送區 當然我們的學童也提出兩個方案 第一個是 比如說把紅線改為黃線 第二個是比如說在人行道來去增設機車停車格 然後在上學的時間 然後禁止機車停車 然後把這空間騰出來給大家來去接送 當然這兩個方案其實我們都會帶回去 到時候我會來跟我們的教育處 公務處還有香港的單位 共同來去現場來去辦理會堪 找出一個最好的方式來解決到我們家長接送的問題 也同時可以保障學生的安全 那其實也覺得說 現在的小學生其實自主性也相當的強 也懂得開始為自己的權益來去發聲 來去捍衛 而我也會持續來跟我們學校站在一起 共同來為我們這些未來的主人公來去努力跟打拼 而孩子們的問題也是直接來自家長的擔心 張秉均在現場遇到要接送學生的家長會會長 以及家長時 大家就直接向他反映該如何設置學生接送區的問題 張秉均表示將會儘快邀請學校和基隆市政府相關單位辦理正式會刊 尋求長期和短期的改善方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